草屯镇土城国小长期推动武术课外教学 从小一到小六的学生 人人都学习太极扇耍枪 以及虎虎生风的螳螂拳 也会配合镇上的活动前往表演 展现平日所学的成果 校方希望学生能学习中华武术的精神 除了强身体健之外 也能建立学童的自信心 全校学生耍一套太极扇 午餐起来个个都活虎生风 驾师十足 这是土城国小的武术队 成员从三到六年级的孩子都有 在长期训练及歧念之下 让小朋友是越学越有兴趣 武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也是健身重要的方式之一 我们学校三年前 林威峰主任到学校 他本身在永兴国小的时候 也推动武术 那我们就持续地 有恒地推动 到现在 学生也很喜欢 那因为他对于推动中华文化 以及健身 很有帮助 我们就持续地鼓励 中华武术博大精神 学习不是用来逞凶斗痕 而是学习当中的武德 校方希望 小朋友能够从中学习品性 并提升读书的专注力 而肌耐力与体力 也能够更上一层楼 还能够学会保护自己 其实学生在练习武术的过程当中 首先会培养到他的耐性 我们一开始就是先站装踢腿 那这个是很枯燥乏味的 那只要学生能够渡得过这一关 对他将来在求学啊 人生的发展上面都很有帮助 我们有一位高年级的小朋友 他平常就算是 比较喜欢捉弄同学 后来发现他 可能是有很多的精力 没有地方发泄 所以就请他到武术队来练习 现运比赛之后就发现 他在班上的表现 有明显的进步 那也比较少跟同学发生争执 土城国小推广武术队 有多年时间成果相当良好 时常也被受邀到政商活动展演 学同学能够获得成就感 慢慢建立自我信心 并培养正当的修行运动 因为他学习武术的话 早上的时候可以练啊 就当做做早朝那些的 而且这样可以健身 比如说遇到 假如遇到什么色狼的话 也可以防身这样子啊 刚开始练的时候都不会啊 然后慢慢的越练越有基础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累了 而且有时候主任他们 还会跟我们开些玩笑 就是像是一种那个 放轻松的时候 给我们一些小的那个什么 类似那种 让我们心情放松一些 学生乙武养德 并透过展演建立成就感 语容预心 让学习更积极 也变得更沉稳内练 可说是一举素德